再給到前面來 羅振鋒 第一角 Super Idol 有 說到賽前的 觀戰重點所說到的 雲豹今年在後面的幾場比賽 都是要來磨練本土球員 外線的三分球 羅振鋒 這個球怎麼彈到了雲豹的球員手上 那再給陳孝榮一次機會 進了 在高中 南湖高中的時期 他就已經是個很被教練信任的控球後衛 當然我當初跟台皮這件衝突事件 那會有比較多人去非議陳孝榮 包括他的在場上的碰撞的態度 還有直接出手的動作等等 出手沒進 這球低力撥出來 陳孝榮 把這個球 救了回來喔 再給他 底線的三分 陳孝榮第一節一個 這一節有兩次在Lose Ball之後 果絕對的三分兄在出手 受到非常好的效果 就在反擊戰的時候 還是需要這種進攻決策能力很好的後衛球員 這個運球其實還不錯 可是最後自己Lose掉了球 又是一次Lose Ball Jones今天在場上的失誤有點太多了 來看一下前面陳孝榮的底線三分 跟Jones來到場上 陳孝榮出進來 哇 陳孝榮後車步在發球間附近 進 再給劉仁凱 可是在兩名場的面前沒有辦法出手 不過這個球就是wide open的大好機會了 進 今天陳孝榮在完全空檔的時候 多一些分阻球員加入戰球 因為即使這樣子在看台上消化石 但其實我相信教練團們 是希望分阻球員可以磨練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在外卡太日前 找到一些可用 也是刮不太阻止 黑拳手 進 陳孝榮 真的是雲棒